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本上是到省妇幼来治病的 就是产妇他是有高危因素的 然后他要转诊到武汉来就诊的 还有就是一些孩子 他因为一些急诊急救 然后来到武汉住院的 出院之后就滞留在了武汉 然后没地方去 然后没法回家 所以就安置到这个点 我们这一块主要承接的是 这个点的医疗保健 和一个就是母婴的一个护理工作 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一块的话 也给长妇提供了月子餐 我们每天都会上门去 到这个安置点去查房 他这一份孩子里面 有很多宝宝是早场 还有就是很多 是因为刚生出来就有重大疾病 然后从外地转转过来的 亲生儿这一块的护理 是我们最关注的 20号晚上 他是用了51间房 大概是有46个家庭 然后特殊人均是有57个 他里面有俘虏期的 父女是8个 然后还有就是儿童17个 婴幼儿21个 就是今天也有 也有人陆续地离开 我们这一块的话 就是坚持到最后 最后一个妈妈离开 最后一个家子离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